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阿 我现在是在上航县 这边是上航的东门大桥 风景还不错吧 这个旁边有一家三十多块钱的自助 今天我们就去吃这个 就在这个东门的电影院旁边 冷锅鱼 三十六愣吃 三十六以为这怎么好意思 这边是自助火锅 看一下菜品 这些是火锅料 冰箱里面的菊花茶跟冬瓜茶是自助免费的 这些酒水饮料是要另外点的 草鱼三十六黑鱼四十六 因为我一个人来 所以多收了十块钱的锅底费 虽然叫做冷锅鱼 但是这个鱼不是冷的也是热的 但是应该是相对于火锅来说吧 跟水煮鱼有点像 嗯 蛮好吃的 黑鱼的口感比起炒鱼来还是要更好一点的 骨头也比较少 里面还有一些豆芽之类的配菜 锅底看起来红红的 但其实吃起来不怎么辣 比起我们在重庆吃的那个是辣的不要不要的 这边应该是为了照顾这边的口味 主要还是鲜味为主 嗯 嗯 嗯 这事还蛮好吃的 就当做水煮鱼来吃吧 这就是水煮鱼 黑鱼的肉汁比较完整 不会那么松散 口感也会更Q弹一点 这个价格单点一份水煮鱼来说都是蛮划算的 而且不过吃还可以夹 嘿嘿 哦 这断料色派对 清炭时间是多 是中午来的 现在没什么能 我这边好像晚上比较多能来这边喝酒 鱼肉吃起来的感觉还是蛮新鲜的 没什么腥味 因为上行的蜘蛛餐太少了 每次回来 想去吃蜘蛛 吃来吃去去这么几家 看我浆 쳇 Mikey 生日煮鱼 成早 我还以为这种鱼片就没骨头 鱼鱼鱼鱼鱼鱼 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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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老板娘的鱼肉再帮我来一份 这个是后面上来的鱼片 自己烫 好大片的鱼肉 鱼片不要煮太久 所以开了就可以把锅关掉了 鱼肉一样 不够饷了 就是 肚子里面 咱转 鱼肉 鱼肉 鱼肉吃完了,不好意思,再要了 要靠点别的 这个菌干跟鸡 鹌鹑蛋,蘑菇 鹌鹑蛋,这个鸡腥 还有鸡蒸,这些炭火锅都蛮好吃的 自载店在东门市场这边 自助餐,炒鱼是36,黑鱼是46 鱼蛮好吃的,味道也还不错 喜欢吃鱼的朋友可以来打卡 感谢你的观看,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喽 拜拜